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地底層瘴氣的注意事項 如果有解到照相機功能的話 就會順勢去過地底層 如果還不知道照相機功能怎麼解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連結 好的 如果你遇到了瘴氣的話 經過的時候頭上會出現裂開的愛心 如果站太久 星星就會消失 而且是裂開的灰色星星 因為受到瘴氣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不可膩的 就算吃料理也不能回復 但我個人猜測後面應該會有藥瓶 可以解除瘴氣狀態 但前期大家真的要非常小心 不只是踩到瘴氣 只要是在地底層被怪攻擊 都會直接變成裂開的灰色星星 所以地底層的行動要額外小心 那麼在前期要如何解除瘴氣的問題呢 只要走回薄膜之根內 就可以解除裂開的星星 這個時候再吃料理就會恢復 記得要先解除 不然料理都浪費囉 地底層的設計真的很淡 好的 以上就是瘴氣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有更酷的想法 可能求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